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英语言学课程,今天是第23次希腊语课, 然后呢我们还是继续读伊利亚特,开始之前我大概说一下 接下来的课程安排,我们以后从8月份开始,其实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的课程就安排在星期六,然后每个星期一次, 然后呢因为图火罗语和范语课的德语课程, 短期可能不会再有,然后我就希望在我们星期六的这个课程当中加入图火罗语课和范语课, 那当然是中文教的,然后图火罗语课的话,之前基础的语法其实也讲过, 所以接下来的课程主要就是阅读文本,那阅读文本的话, 我可能把之前德语课当中读过的一些文本拿过来继续讲解一下, 因为我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看德语课程的视频, 而且用中文讲的话,我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在中文佛经当中的平行文本, 那这个其实对于佛教研究还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大致是这样的安排, 然后9月份的话,有一周是休息,9月18号, 我可能在这个时候,可能不在梦里黑, 然后从9月25号开始的话,可能会在京都, 到时候时间的话可能还会做一些调整, 因为日本和中国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如果按照中国时间7点到9点的话, 可能日本时间有点晚, 可能会往前调一个小时, 具体到时候会和大家在海报当中说明, OK, 我范语的话是这样的, 我之前说了, 我可能每个星期会发一份关于这个磁元学字典当中的问题, 然后翻译课的话, 我们就用离聚税图开始读, 然后呢, 但是在读之前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当中的一些问题, 对吧, 我上一次发给大家一些这个里面的问题, 对吧, 我上次写在这里, 这些问题的话有一些比较简单, 然后有一些稍微复杂一点, 然后我会稍微解释一下, OK, 然后除此之外, 除了图罗语和希腊语, 除了图罗语和泛语之外, 希腊语和贺提, 还有伊朗语, 那就是于天语, 我们还是会继续, 对, 大概这个就是未来三个月的安排, 对, 还有一个就是, 虽然今天是希腊语课, 但我顺便说一下, 我再写一本图罗语的语法, 然后这个虽说是语法, 但其实是两个部分组成, 主要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焉启语的这个福利太子音源, 他的注解, 还有翻译, 对, 然后这个书的话, 这其实是希望写成一本书, 然后书的话主要有几张构成, 第一张是关于图罗语的学说史, 而这些内容的话, 之前在公众号, 或者是网上发布过, 有些内容的话, 大家应该都知道, 对, 但是呢, 还有一些就比较, 怎么讲的比较专门, 或者是涉及比较专业的问题, 我并没有在网上公布过, 那比如说有一块, 就前面这个参考文献, 其实也没有, 之前也没有详细讲过, 所以不在这里, 然后前面这个, 关于图罗语学说史的内容, 之前在网上已经发布过, 那有一个的话, 这个事实上是对, 目前图罗语研究的一些, 怎么讲的, 应该不叫批判, 是反思吧, 就是图罗语研究的方法论, 大概这样的内容, 然后呢, 还会讲一些, 图罗语的一些基本情况, 比如说的书写材料啊, 书写工具啊, 还有它的文本情况, 大概是这样, 那文本情况当中, 滤脏的东西, 我之前也讲过一些, 然后呢, 第二章就是, 福利太子姻缘的, 这个主要内容, 这个第二章事实上, 怎么讲的, 这本书的最重要的部分, 主要是文本的, 当然一开始有一个, 研究概述, 对吧, 然后后来的话,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首先是文本, 然后呢, 是中文翻译, 然后呢, 是当中出现的每一个词的, 意思和语法信息, 然后呢, 再下一部分是文献学和语言学的分析, 那语言学的分析的话, 就介绍一下, 语言学的分析的话, 就介绍一下它的词源, 然后还有一些构词, 等等方面的内容, 大概是这样, 对, 这部分的话, 还在写, 然后还没有写完, 对, 这个是第二部分, 对, 还有这样的, 用中文写的话, 好处就是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平行文本, 对, 还是这样, 就是文本翻译, 词汇的解释, 然后呢, 再加上一些文献学和语言学的分析, 文献学分析的话, 有的时候会告诉大家平行文本在哪里, 然后平行文本的比对, 然后的话, 有一些具体的分析, 等等, 然后还有语言学的解释, 大概是这样的内容, 对, 然后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的话是图口罗语语法的介绍, 这个还没有写完, 然后其实形态学的部分写的差不多了,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变革的情况, 然后还有动词, 这个事情刚才是名词, 就是形容词, 然后呢, 还有图口罗语的动词, 在这里,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范例, 然后这是现代诗, 大概是这样, OK, 然后有好几类了, 然后这些现代诗的分析, 对, 然后呢, 这个是虚拟诗, 然后虚拟诗的一些简单的情况, 然后呢, 还有每一类, 有哪些磁根, 然后这个变形是什么样子的, 对, 变位, 等等, 然后这个是过去时, 然后过去时形式, 大概是这样, 然后也有好几类, 对吧, 对, 都在这里, 对, 然后呢, 还有等等, 还有其他的一些形式, 还有一些, 比如说动型词, Girundive, 然后文本的取缔, 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目前大概写了, 可能大概11万, 12万不到, 对, 12万字不到, 然后大概有270, 260也,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第四章, 第四章是关于土火罗与佛教词汇的一些研究, 然后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沙门啊, 和尚啊, 还有博弈旗啊, 等等之类的, 那第五章呢, 是关于土火罗与诗律和音乐, 这个其实是基于我自己的博士论文, 还有之前发表的论文, 然后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所谓的秋之七生, 然后还有土火罗与的音乐, 等等情况, 大概这样的, 对, 然后最后的话是参考文献, 这个还没写, 这个单独在另外一个文档当中, 是参考文献, 当然也有很多, OK, 这大概就是这样, OK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阅读, 继续, 上一次课, 我们读到了, 读到了, 你看一看, 应该是读到这里, 对吧, 祭司, 希望, 要回自己的女儿, 然后呢, Agamem的不同意, 然后非常粗暴的, 然后非常, 中恶恶的把他赶走了, OK, 然后威胁他, 就是如果还再来骚扰的话, 然后可能就会死掉, 大家就, OK, 然后呢, 我们上一次留下一个词, 这个词, 这个词呢, 在, 我看一看, 在这里, 嗯,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 如果你读合巴士诗, 不管是, 读希腊文, 读, 英语, 读德语, 或者是读中文的翻译, 这词经常出现, 而这个词呢, 是阿波罗的一个, 呃, 称号, Epicite, 然后叫那个, 然后这个词我们在, 呃, 目前为止, 呃, 出版的这些翻译当中, 呃, 比如说德语叫那个, 对吧, 就是从远处, 呃, 射击射中的人, 对吧, 然后, 嗯, 英语应该也是类似的, 叫什么,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英语到底叫什么, 看一看, 呃, 英语第一卷, 在这里, 嗯, 第20号, 对吧, 应该在这里, 嗯, who strikes from afar, 对吧, 那其实是, 嗯, 我, 我没有check其他的英语翻译啊,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 嗯, 叫发狗斯的人, 对吧, 好像还有个叫发狗斯, 但我, 我这里可能没有他的翻译, 嗯, 你们谁如果有的话, 可以去自己去check一下, 就看一看其他的英文翻译, 还有个好像叫那个fisture, 嗯, 嗯, 英语世界里面, 嗯, 英语世界里面, 嗯, 伊迪亚特的翻译, 有三个比较有名的, 第一个是, 嗯, 那第二个是叫发狗斯, 然后第三个是叫那个fisture, 嗯, 给大家看一看, 嗯, 一个叫发狗斯, 对, 这个, 嗯, 是畅销书, 我记得就是卖得很好, 那个penguin, 嗯, penguin的这个系列, 对, 还有一个呢, 叫那个, fisture, 啊, 他名字我不知道怎么评啊, fisture, 叫那个fisture对, 好像是这个, 然后还有一部翻译是这位, 对, 还有一个是这本, 嗯, 对, 嗯, 这三个都比较有名, 对, 但这另外就是fagos的我可能没有那个, 我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其实也很方便, 我去网上去现找一下, Eliot, 然后fagos, 就是这本书, OK, 这是epub的格式, 还有pdf的, 这个,这可能是早一点的,pdf的这个格式。 OK,在这里,看一看这个第一卷。 Rage of Achilles,然后呢,往后翻。 OK,也是一样,对吧,这个who strikes from words away,这个有点这样,这个就是我不很喜欢Fagos这个翻译的原因。 就它有些过于艺术化了,对。 然后我们看一看那个fisture art有没有。 wait a minute,fisture art。 OK,这个是那个fisture art的翻译。 然后中文本的话,我们上一次也已经看过,对吧?中文本的话,它翻译成远摄,对吧?就从远处摄。 这其实就是,嗯,目前古典学家这个统一的一个翻译,也没什么大问题。 好,然后呢,嗯,在这里。 Anger be now your son, immortal one,对吧? 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fisture art的翻译,跟那个Fagos的翻译,嗯,半斤八两,对吧? 嗯,嗯,就是有一些,呃,自己的加工,然后和希腊文基本上是对不上,对吧? 嗯,就我,我知道他可能明白希腊文的意思,那是这个差别还是,这个差距还是有点大的,对吧? 这个完全就把希腊语的句子,就感觉他,就感觉这个伊利亚特就相当于这个fisture art自己写的一样,对。 OK。 好,嗯,然后呢,继续看一下,我看看在哪里。 嗯。 嗯,嗯。 嗯。 嗯。 你。 这翻译的有点? 这就直接没有了,对吧? 应该是这一句吧 对吧 是吧 就是 the gods who hold Olympus may you grant you a plunder of primes 对吧 fair went home but let me have my daughter back for ransom as you rever Apollo 对吧 就他直接这个词消失了 对吧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英语翻译的这个质量 如果你要排个名的话 那 Latimo当然是 这三个当中 我觉得应该是最好一点 对吧 最好的 至少能够把句子当中的这个词都能翻出来 然后可能语法上面 就可能这个句法上面 就是句子的 这个结构啊 可能会调整一下 那这个后两位的话 就感觉是他们自己写的 这个伊迪亚特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用这两个人的翻译 就Fagos和这个Fitzgerald 就不要用了 对 好 OK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英语翻译的话 德语翻译 还有中文翻译 其实都非常清楚 对吧 就这个词 在这个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字典 对吧 嗯 我相信这个希腊语字典应该也是这么翻译的 对吧 对 叫什么呢 叫发杂警或者发书零对吧 OK 那我上一次讲了 说这个词的解释可能并不是这样 那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词 为什么 字典当中把它翻译成这个发书零呢 其实可以理解 那因为希腊语当中有个词啊 叫这个 我把它放大一点 我应该可以看到 你们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的吧 我感觉 大家没有反应啊 就是跟大家没有互动 感觉 有点 有点我在自言自语的感觉 OK OK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就是为什么会把它理解成这个远射的呢 那其实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在希腊语当中 我们有一个词叫那个黑卡斯 黑卡斯的意思呢 呃 表示Fan 就是远的 对吧 然后AndFan 距离遥远的 对吧 OK 然后呢 这个词 我们在其他 这个方言当中 还有一种形式叫那个贝卡斯 就贝塔的话 实际上是代表这个迪嘎玛 叫贝卡 对吧 贝卡斯 OK 好 呃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词的意思 呃 就是这个 呃 阿波罗的这个称号啊 它不一定是 呃 就可能不是 呃 但是这个词的解释在这里 呃 他当然这个词条是非常有的 叫那个 呃 黑格波罗斯 那黑格波罗斯的话 这里有一个解释 它叫 阿波罗的这个称号 然后后期呢 也作为这个 阿尔特密斯的这个称号 然后 呃 然后这个词远啊 他说啊 都是metrisch的英文 in the composite compositionsfugger 我的fugger fure 黑格波罗斯 in the antica through 黑格罗斯 and as fanchissant treffend fantrefford 就说啊 呃 在这个古代的 这个著书 文学当中 就你可以看到 呃 其实我们后期的 呃 字典当中的解释 很多是基于这个古代 著书 我们稍后会看 对古代著书当中的解释 古代著书当中呢 是把这个词呢 和这个hekas 联系起来 然后认为呢 这个是相当于一个metrisch的英文 就是 因为失律 所以延长 对吧 因为我之前讲过 呃 hexameter 你是不可能出现四个 或者三个 三个连续短音 就是不可能出现的 对吧 嗯 三个连续长音是可以的 三个连续短音 呃 在hexameter当中 是不可能出现的 好 所以的话 他们就把这个 阿法延长了 变成那个heke 然后原来呢 是来自这个hekas 就是古代的翻译 就古代的著书当中的解释 好 但是呢 这个 呃 Frisk认为呀 他说这个词啊 这个he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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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罗斯 这个词啊 很有可能呢 和另外一些 以这个heka 开头的复合词 是一样的 为什么 是怎么一样呢 都是属于另外一个词 叫这个hekon 啊 然后说 呃 hekon 这个hekon elgos 什么意思呢 呃 hekon elgos 先不管 就是hekon elgos 呃 我们可以查一下 那是根据自己意愿行事 这个elgos 是做事情的意思 就是呃 行为 对 呃 这个是酒吗 哦 Far walking 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字典当中啊 又继续 把这个heka 理解为这个 呃 理解为 这个远的 为什么这些 呃 都是这个 呃 Apollo的 一个呃 称号 对吧 所以他们看到这个heka 就会把他这么 就会都把他理解成远的 嗯 然后在远处 walking 这倒不是在远远的地方打工的 不是这个意思 就这个walking相当于是实施 产生这个 效果 等等之类 就在很远的地方 就造出某 就就产生什么事情 就是制造出什么事情 当然是这样的意思 就不是说远 背井离乡去打工 不是这个意思 好 然后呢 他说啊 实际上是属于这个heka 这个heka呢 是表示意愿的意思 啊 然后就 呃 所以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叫 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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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按照自己的意愿可以 射中 就是说他只要去想 他只要想 去射中 他就肯定能射中 因为他是神 对吧 OK 然后 所以呢 这个 这个heka 保里亚 就是heka 保里 heka 保罗斯 以及构 你延伸出来的词 叫那个heka 保里亚 嗯 就相当于表示 他射击 呃 非常准确 然后 只要想射 就肯定能射中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OK 呃 呃 就表示这个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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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怎么讲的 就是白发白中 这种这种感觉 就肯定能射中 这样的意思 OK 呃 然后呢 呃 把学爱的 冯飞发色 这是 呃 就是 呃 就是 被这个 呃 创作者 就是 我看 这是第几书啊 alpha beta 啊 gama delta epsilon 呃 第五书 第五书的 呃 54行 呃 当然这个我没看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OK 呃 但这个就是后期的误解 对不对 OK 所以说这里出现了 呃 两种解释 就是一个是来自 Hekers 远的 一个是来自 Hekon 对吧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呢 你 呃 我们怎么去判断 这两种解释 到底谁更正确 呃 那个 呃 Danny 呃 你有什么想法啊 我们怎么去判断 现在出现两种解释 对吧 呃 Frisk 这些也没有说 为什么 对吧 他就只是说 呃 对吧 就是有可能 呃 是 他可能也都没有用可能 他就是说认为 呃 就是属于这个Hekon 那我们作为读者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说我们怎么去判断 有没有什么想法 呃 古代诸书 不用看了 古代诸书在这里 古代诸书 那个Frisk 已经帮我们看过了 啊 就在古代诸书当中 大家就是把它和这个黑卡联系起来 那我给大家一点暗示 就是我们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去分析 呃 那个王一哲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怎么去怎么去判断哪个更正确 给大家一个暗示 你得看到这个形式了吗 怎么去判断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 就是因为你看 这两个东西为什么不能区分呢 就是说我们直接看的话 为什么不能区分 因为我呀 这两个词的开头 在这个 伊奥尼亚方言 在阿提卡方言当中 都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远的叫Hick 按照自己意愿的 也叫Hick 但是呢 就是所以我们不能区分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名字 实际上在方言当中也是保存的 就在其他一些方言 悲鸣当中也是保存的 对吧 那其他方言当中 说不定这两个形式就可以区分 对不对 啊 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嗯 可惜不是 可惜在多利亚方言当中也没有 那个 好 那我们先慢慢来 我们先慢慢来 那 我们确定了这个策略之后 我们策略是什么 我们策略就是说 这两个词 对吧 在 伊奥尼亚方言 在阿提卡方言 在多利亚方言当中是不能够区分的 那我们 应该去找一下其他方言的形式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策略 好 那我们在找其他方言的形式之前 我们是不是要确定一下 这两个词的词源到底是什么 对吧 因为你只要 你只有知道词源 知道它从哪里来 才能去方言当中去check 对不对 因为方言 为什么去check方言呢 因为方言 它有可能会保存一些特殊的音 对不对 因为希腊语开头的这些音啊 有的时候简化很多 对吧 比如说宋气消失 然后D仮玛消失 对吧 就这样 好 所以说我们首先第一步 确定了策略 第二步就是去看 这两个词的词源 对不对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heckon heckon倒是比较好理解 heckon的话 我们去查这个friske 就可以查出来 heckon这个词啊 它叫这个freiwillige abfistlich 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 或者是有计划的 对吧 然后这个词呢 本身是一个particip 是一个分词 什么分词呢 是表示愿望意愿 这个分词 然后这个词呢 在泛语当中是有的 就泛语当中 叫那个vash 或者叫 物识 所以说希腊语的这个 heckon这个词啊 在泛语当中是有的 泛语当中有个动词 叫这个vash 对吧 vash是什么意思呢 vash是表示 vunchen vollen 对吧 就是愿望 期望 对吧 然后呢 它的原始英欧语的形式 是什么呢 原始英欧语的形式 就叫vekir 对不对 然后希腊语叫这个eckon 然后在方言当中 会有这个vekir的形式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信息 写下来 就说啊 希腊语当中 这个词 叫那个eckon 对不对 然后代表是按照意愿 然后呢 它是来自原始英欧语的 这个词 原始英欧语的vekir 这个形式 对不对 然后把它用特殊字符 我写一下 好 这是没问题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词 另外一个词叫什么呢 另外一个词叫那个heckers 这个heckers这个词啊 那我们就可能需要去查 这是一个小词 对吧 我们可以去查 那个leap这个词 ok leap的话 我们还是去这个索引当中 先确定这个词 在第几页 对吧 好 heckers heckers在这里 对吧 heckers heckers 他出现在这个395和760 我们去打开这个395和760 好 395 这个词在哪里呢 这个词在 heckers 这里 heckers heckers的意思呢 叫upside 旁边 远的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原本的词源啊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来自这个kass这个词 kass这个词 实际上就是希腊语的这个 看一看 就希腊语的kai 希腊语的kai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 and 对吧 kai是怎么来的呢 kai实际上是原始英语的 这个kassi 是kass这个词的locative singular ok 然后kass是什么意思呢 kass表是一排一排的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词条 词条是这个 词条叫kass kass那边是一排 然后一系列 大概这样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一排当中 在这个一个系列当中 所以呢 他就是end的意思 就是用end相当于是 连续对吧 连续的东西 所以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词呢 在泛语当中也是有的 在泛语当中呢 它是一个表示分布的 表示分布 分布就是说 每两个在一起 每三个在一起 就是这个叫分布 然后在泛语当中呢 叫shass 然后他经常 那时候作为一个 副词的一个结尾 对 所以说我们知道 就是 这个hekas这个词啊 泛语的 希腊语的 这个hekas这个词 后面这个kass 是来自 原始英语的 这个kass 那前面这个he 到底是哪里的呢 大家看好了 这个he啊 实际上是来自 这个这边没写了 这边写了 就在这里 he事实上是来自 这个sway这个词 sway表示自己 然后这个就是为什么 还有一个七百六十页 就七百六十页的话 是关于这个sway这个词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 就这个词啊 希腊语当中 这个hekas 他有两个部分 前面这个he 他实际上是来自 这个sway 就是这个sway 而是泛语的话 就是sway 对不对 然后原始英语 就是sway ok 然后这个sway 开头的这个sway 在希腊语当中 会消失 只留下一个送气 在这里 ok 好 所以这里 我写一下 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hekas 然后hekas呢 是来自什么呢 是来自这个sway 再加一个kas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所以说这两个词 这个形式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w 一个是sway 对不对 然后你可能说这个 这个是不送气的 这个是送气的 这个在 后期的变化当中 它都可能变成送气 这个不是大文气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就 它如果原来呢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事实上这个hekas这个词啊 嗯 是我写错了吗 嗯 哦 就是这个hekas这个词 它实际上是有两种形式的 就除了有 这个不送气的 它其实应该是不送气的 因为word的话会直接消失 它不会送气 但除此之外呢 它还会有这个送气的形式 这两个形式都会有 对 所以呃 不用担心 呃 这个倒不是大问题 对 对 就这两个形式 它其实都会有 对 我写下来 对 好 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开头是wap 一个开头是swap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如果要想区分这两个词 有什么方法 是不是就去找某一种希腊语方言 在这种希腊语方言当中呢 swap 是保留的 然后呢 wap 也是保留的 对吧 因为呃 很多方言 这个swap是不保留的 比如说 就它不会有swap这种形式 对吧 比如说这个呃 hikas 它在有一些方言当中就是wap 对吧 所以这个这种方言的话 你是不能区分的 然后呢 对于这个阿奇卡 一奥尼亚方言 你也是不能区分的 因为它都变成送气了 对吧 OK 所以我们呢 是不是需要去找一下 是不是有一种方言 它可以把swap和wap 都保留下来 然后我们只要在这个方言里面看 这个词形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就可以确定 这个词到底是来自什么词 对吧 这个逻辑可以明白吗 就你们能明白这个逻辑吗 就因为这两个词的词源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我们要怎么区分这两个词 是不是就去看 这两个词 在某一种方言当中 是不是会有不同的形式 对吧 OK 好 然后呢 非常巧的是 这个方言 这个beautian这个方言当中 嘿 它还真的就保留下来 就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这个是beautian beautian给大家看一看在哪里吧 找一张地图 wait a minute 就是有一张西拉宇的方言地图 大家看一看 OK 这个beautian beautian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吗 在这里 就是这个是特败 对不对 我把它放大一点 就是一张地图 就是说地理的位置的 OK 然后呢 这个是特败 对吧 然后这个是阿提卡 然后beautia是大概这个区域 对不对 然后它的方言是属于什么呢 这个是这个方言地图 这个是beautia的 自己的一个方言 在这里 它说是和这个aolic 是一样的 aolic的话 从这里 对吧 aolic的范围 有北边 然后有这个小鸭 就是阿拿特莲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beautia这一块 对吧 所以beautia这里的方言 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这里的方言啊 它会保留sword sword的话 我就可能没法在这个键盘里面打出来 但我相信你们应该能看得到 对吧 就是说beautia 这方的可能太大了 对 就是beautia这个方言当中啊 这个sword 它是保留下来的 会写成 dgama 再加上一个送气的h 送气的h的话 你如果在碑名上面看的话 就跟一个小窗子一样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swe swe kardamoy 这应该是个人名 对 好 所以说啊 我们现在 知道 在beautia这个方言当中啊 它是会区分 w和sword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 我就说这个非常巧 刚好在beautia方言当中 我们正好保留了这个阿波罗的这个名字 阿波罗的这个称号 beautia方言当中叫什么呢 叫wekabolos OK 所以说啊 假设 假设 这个词 就是它的称号是表示 从远处设的话 那在beautia方言当中 它是不是应该写成 这个w和 对不对 就是先写一个dgama 再写一个送气 对不对 应该能明白这个道理 对吧 因为这个hekas 这个词源是来自swekas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如果它是来自远 远舍 如果是来自远的话 那么在beautia方言当中 我们应该会期待什么呢 期待一个dgama 再加上个送气 对吧 因为sword是这样保留的 但是我们在beautia方言当中 只有一个dgama 只有一个w 所以这个称号 应该是表示 按照自己的意愿 百发百中 这样的意思 好 这个就是这个词的解释 我相信这个古典学家 可能一直都是存在这种误解的 但如果你从原学的角度的话 是可以准确分析的 OK 这就是告诉大家 就不要盲从这个古代著书当中的解释 它只是古代人的这种想法 并不是符合语言学啊 或者是方言这种形式的 应该可以明白吧 应该可以明白 好 OK 这个讲完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读下面的 这个内容 下面的这个内容 我把这个放下去 下面这个内容 从这里 对吧 看一看 应该是从这里 是从33号 对吧 33号 那个 那个 应该是 然后呢 如此说了之后呢 然后他非常的害怕 这个 Edison 是惊恐害怕 那就是 他的 Aurist OK 然后 这个Hogelon 是表示老人 就是这个祭司 这个老人呢 非常的害怕 然后呢 在心里 服从了 他的话 就是 他服从了 他的话 OK 就Mysos 表示说的话的意思 OK 然后呢 干嘛呢 他这个 Bed Acheon Pala Pala Tina Poly Flois Poly Salasis 然后呢 他走 然后 不说话 OK Acheon 是沉默的 然后在这个 河边 海边 就应该是海边 他在这个海边 走 然后 什么样的海边呢 是这个 大海的 边上 海岸 然后这个大海呢 有一个 修士语 叫那个 Poly Flois Boyle 这个是 河马史诗当中的 Genitive Singulate 的结尾 对吧 这个我们之前 专门分析过 然后这个 Oio 是和 泛语的 这个阿西亚 是同源的 OK 就希腊语当中 它实际上 Ostem Ostem 的Genitive Singular 它有两种结尾 一种是像 Artika方面当中 那样 就是O 加一个 Epsilon U 还有一种是像 河马史诗 这种Oio 这个差别的话 我相信你们应该都知道 就是我之前说过 一个是Oso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Ocio 这样的差别 对 OK 因为在希腊语当中 你如果看到两个原因当中 有一个Yota的话 那它原来肯定不是Yota 那原来肯定不是一个Y 那它应该是两个Y 在这里 就是Sie 会变成双斜的这个Y 那这个双斜的Y的话 会变成Yota 在这里 OK 好 它在这个海边走 海岸边走 然后干嘛呢 然后这个 Paula DePete 然后 Apaneo Sequion Elas Galaios 这个老人 这个老人 Paula 是许多 这里当中一个 符词来用 对 然后呢 这个老人 祈祷 祈祷了很多 这个 Ela 然后在 离得远的地方 就走得比较远的地方 这个Apaneo Se 也是远 然后Kion 是走运动 移动了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这个老人 祈祷了很多 对谁祈祷呢 对 这个 Apolloni Anacti 他向这个阿波罗祈祷 然后 阿波罗是什么呢 阿波罗是一个 Annax 就是一个 神 相当一个 Lord 王 这样的意思 关于这个Annax 和Basileus 的差别 我们之前的课上 也讲过 那个Basileus 它更多的是一种 制度性的 统计者 这样的意思 实行具体的职能 因为那个Aeus 这个结尾 在 麦西尼语当中 它经常是 用在 表示某种 职业的人的后面 然后这个Annax 的话 它原来是 Vanax 它前面有一个D Gamma 对 所以在这里的话 就是E和R的话 中间是有个D Gamma 是分开来的 然后这个更多的是一种 Lord 主啊 就是 王啊 大概这样的意思 OK 好 然后呢 有一个 关系 关系从具 来修饰这个阿波罗的 阿波罗是什么呢 阿波罗是这个 Eukomostiki Lito 就是Lito 是阿波罗的母亲 阿波罗的母亲 他有一个树 他有一个称号 叫那个漂亮的 嗯 头发 这个Euk 实际上是Euk 就是Euk 好的 范语的素 然后这里长音的话 是由于失律 他需要有一个长短短 然后长短短 长长 对 所以这个Euk 对 这样的情况 嗯 所以从这里 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个Euk的话 是两个音节 对吧 因为他的确也是两个音节 这个希腊语的这个Euk 它并不是一个 双元音 它原本的话是两个音节 Euk 它原本是来自原始Euk的这个 核素 然后这个核素的话 这个是一个核素 然后这个S的话 就是呃 第一个核 第一类核素的话 会变成Epsilon 对吧 所以S的话会变成H 所以它原来是Euk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然后他在 呃 Exameter当中 在失律当中延长 对 因为需要满足长短短 对吧 OK 然后是 雷头生育的他 啊 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嗯 下面 嗯 叫 呃 我们今天 有一些词汇重点 需要解释 就在下面 另外一个 它的这个 呃 称号 OK 呃 Holucent Amphibabacus 呃 其量 呃 其量 呃 呃 天然 多佣 呃 以非 阿拉西斯 呃 Smenzell OK 这里停止 呃 这个就是 咒 呃 这个就是那个祭司 对他呃 呃 祈祷的话 OK 我这封大一点 稍微太大一点 OK 呃 这个祭司对他说什么呢 他说啊 这个 Clusimoy 然后 Argulotoxa Argulotoxa Clusimoy是听我 听我说 听我的话 Listen to me 然后那个 Argulotoxa Toxa 是来自 Argulotoxa 是银色的 啊 然后这个 嗯 Toxos 就是公 对吧 就银色的公 OK 然后有一个 然后有个关系 就是修饰他 呃 这个Argulotoxa 干嘛的呢 他是Horsk Lucent Anphibicus 呃 Anphibicus 是呃 以及 还有这个 Kilante Zase 这个Anphibicus 是来自 那个 Anphibicus 再加一个 这个 我不知道 这个圆形 当什么 Bine 嗯 我 Check一下 它的圆形 到底是什么 就是它的 呃 完成式 Bine Bine 就是 Bine 对 嗯 就是在 这个 Horses 这个地方 嗯 附近 呃 盘缓 或者是 附近 这个 呃 走动 大概这样的意思 那其实这个意思的话 就是说守护这个地方的人 对吧 就是他守护这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叫Horskis 这个事实上就是这个祭司的这个名字 祭司呃 名字也叫Horskis 这个地方也叫Horskis 对 然后呢 还有个地方叫那个Kilan 然后Kilan的话 它有个修士 叫Zasein Zasein 呃 德语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 它叫那个Hoch Heiligen 呃 这个词实上是一个复合词 是来自Za 前缀 再加上一个San 就是San是 阴性单数 是修士这个Kilan 那原来就是这个Sales Sales的话 表示神圣 对吧 神 然后这个Za的话 呃 表示呃 尤其特别 嗯 然后这个词呢 呃 我们稍后可以再说一下 啊 或者比较简单 我可以现在说吧 呃 这个Za的话 你如果去查这个Lip的话 也可以查到 呃 Za呢 它是呃 一个前缀 对吧 你看这个Zasein 146页 这个Za 它实际上是 呃 和这个Dia 希腊语的这个Dia Dia表示穿过 或者是分开 这样的意思 啊 然后分开的话 你你穿过一个东西 实际上是把两个东西劈开 对吧 就感觉那个摩西 什么让那个水分开一样 然后它穿过去 大概这种感觉 然后就是来自这个This 这个This的话 就是来自二 那个词 就是二这个词 This 然后在 呃 看看啊 对在很多语言当中都有 呃 拉丁语的吧 This 叫Dissern Dissern 就是分开 就是区分 然后Dispute Dispute Dispute 对吧 等等之类的 This 然后为什么会变成Za呢 呃 这实际上是一个方言形式啊 是这个Lesbian 和Cesarlene 这个形式 它是属于那个Aeolic 对吧 就Lesbos 和那个Cesarlene Cesarlene 是刚才我们地图当中 呃地图当中给大家看一看 呃 就地图当中这个北边Cesarlene 和这个Lesbos 呃 就两块地方 它都是这个Aeolic 这个方言形式 对吧 OK 然后为什么会变成Za呢 就是因为啊 它原来是This 像一个R 这个S的话当然消失 对吧 在两个原因当中 所以就会变成Dia 然后Dia 它又会变成Dia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原来是D加一个E 然后呢 会变成Di 就是会变成这个E啊 原来是一个原音对不对 它会变成辅音 它会变成Dia 在这里 我看看有没有写了 就是它原来是一个Dia 对不对 但是呢它会变成Dia 然后如果一旦变成Dia 你想想看这个Dia Dia 在希腊语当中会变成Dia 这种形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会在这个其他方言当中 出现这个Dia的形式 所以你看到这里的话 就可以知道 这个词啊 实际上是一个Aeolic的形式 所以我就说了 荷玛史诗这个文本 它本身是一种混合文本 主要的方言形式 当然是这个L 就是伊奥尼亚方言 对吧 但是呢 那就还有你也可以说是阿提卡 但是呢它里面混杂了很多方言的形式 比如说这个形式 那个 Z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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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 好 然后呢下面有两个词 都比较复杂一点 我先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台词 另外一个词的话是纯粹语言学的一个解释 就是 然后这个词 嗯 我继续说吧 嗯 他说这个阿波罗那是相当于看守管辖这两个地方 然后呢 还有个地方叫那个Tenedoil 或者是Tenedos The Ife Anasis 就是说它是这个地方的主人 它是地方这个王 对 嗯 上面这两个词啊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格是冰格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词需要搭配冰格 就是在它的附近 嗯 走动 或者是在它的这个附近游走 所以的话它是加上一个冰格 OK 但是这里这个Tenedos它用的是蜀格 然后呢这个动词虽然是统治的意思 啊 就是 嗯 虽然是统治的意思 但为什么要加蜀格呢 就是因为啊 这个统治 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本来意思的是是成为统治者啊 所以你想啊 成为什么地方的统治者 地方的统治者 对吧 所以你需要加蜀格 这是一个 这也比较好理解 对吧 就是说成为统治者 你成为统治者 你成为这个Tenedos 这个地方的统治者 所以要加一个GENITIVE 好 然后这里有两个词 第一个是IFI 第二个是SFINCELLS SFINCELLS SFINCELLS 是阿波罗的一个呃 称号 然后这个称号呢 实际上是没法翻译的 所以你在文本当中看到的都是 叫这个SFINCELLS 没法翻译 就是它的称号 然后呢 这个IFI IFI 表示强有力的 Mitkaft 这个词的话 是可以稍微分析一下的 那关于这个词的话 呃 我们需要讲两点 第一个是这个词的结尾 这个词的结尾 FI 实际上是一个原始英欧语当中的 这个instrumental的一个结尾 那原始英欧语的这个instrumental 我们在这个GOTA的这个书当中 可以看到 呃 这当然是这个呃 代词的形式 那它还有一种形式 我看一看 没写吧 嗯 应该在下面会有吧 这里 就是说 呃 这个呃 在原始英欧语当中 这个 嗯 负数 工具格 它实际上有个结尾 叫bis 达某些语言了 在 日耳曼语的话 还是另外一种结尾 对 但某些语言当中 它有个bis这样的结尾 然后这个bis的话 然后 嗯 在希腊语当中是一个fi的形式 啊 这个结尾的形式 嗯 然后呢 那还有个形式呢 就是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词的呃 词源是什么 这个词词源啊 呃 实际上在 呃 拉丁语 在泛语当中其实都有的啊 是什么词呢 是这个呃 强有力的希腊语当中呃 泛语当中也有 泛语当中那个词是vila 呃 呃 呃 大熊 大家应该知道大熊 对吧 mah villa 而不是机器猫的大熊吗 是那个大熊宝殿的那个大熊 呃 呃 叫vila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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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这样的意思 然后这个词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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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图火罗语当中也有叫ve 呃 呃 呃 年轻 大概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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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实际上这里也有一个词绘了 就是这个S这个词绘 这个S和这个La 或者La这个词绘的话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Colum Colum的Suffix 然后呢这个表示 Colum 然后希腊语的这个E 其实也是来自这个词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E 实际上是一个长音对吧 E对吧 E非这个词 E非 然后这个词呢在 麦西尼语当中也是有的 首先关于这个结尾 这个在希腊语当中 或者在字母希腊语当中 字母希腊语当中 叫非 然后呢在麦西尼语当中 麦西尼希腊语当中 它的结尾是P 然后这个P的这个结尾 比较有意思 因为呢我们在梦西尼语当中 你可以看到 我刚才说了梦语当中 那个P这个结尾 实际上是负数 负数工具格 对吧 但是呢 在麦西尼语当中 这个结尾啊 这个P的这个结尾 它既可以用在负数 负数比较多 也可以用在单数 名词的后面 OK 所以这点的话 就和希腊语 就和梦语的情况 不太一样 对 这可能 能会说明 怎么讲呢 就是早期的这个英欧语啊 它有点这种 黏着语的这种特征 因为黏着语的话 这个词绘一般是不会区分 单负数的 它可以用的单数形式 和负数形式都可以 对 OK 然后关于 然后这个词呢 在这个麦西尼语当中 也是有的 麦西尼语当中 有个词叫VP 那VP的话 它实际上当然是来自 这个VP 对吧 然后呢 表示这个呃 带着力量 等等之类的 对 OK 好 就关于这个词的 呃 详细分析啊 当然还有很多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在希腊语当中 还有一个呃 就是单独的这个形式 叫意思 对 然后If的话 它呃 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名词的 工具格来看待了 它就直接变成一个副词了 是这样的情况 好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词 叫那个Sphin Cells 这Sphin Cells的话 你如果去查字典 比如说去查这个 Frisk的 这个字典 Sphin Cells sorry 嗯 你如果去查这个Sphin Cells 这个字典 嗯 我们可以先查这个吧 先查这个LFGRE 先查这个史诗词典 嗯 在史诗词典当中 可以看一下它的解释 在这里 我来放大一点啊 就说呃 这个词呢 呃 这个词叫那个Cout 奇怪 这个词叫什么呢 这个词叫Cout Name of Apollo in the Prayer of Crisis 就是说这个 英语大家应该都看得懂 这个意思 对吧 好 然后呢 关于这个词的词源 呃 在麦西尼语当中 实际上也是有的 叫Simiteu 啊 麦西尼语的话 大概有什么变化 为什么会变成Simiteu呢 就首先送气消失了 就是THA变成T 啊 然后呢 这个S和M 是双辅音 对吧 它中间会插入一个C 中间会插入一个E 在这里面 然后呢 这个辅音团 这个NT NT会变成T 就是辅音团 不会 这个 有的辅音团 不会写出来 有些开头的 这个辅音团 它会写 它会写 然后中间插入一个原因 这样 然后这个末尾的 这个S消失 所以它变成这个Simiteu 对 然后关于它的词源 那是Unclean 然后一般呢 我们把它直接 呃 从这个 呃 希腊语之前的这个词 就是Pre-Greek 这里大家注意好了 注意好了 Pre-Greek Pre-Greek 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印欧语词源的 它是相当于希腊语当地的 就是希腊当地的一些 呃 原本处在希腊的那些地方的语言 就是在印欧语 希腊语当然是印欧语了 就在印欧语 就是使用 这很难讲 就当印欧人进入到希腊之前 希腊当地也是有其他语言的 就跟印度一样对吧 印度用泛语 但是在泛语进入到印度之前 当地也是有人的 对吧 所以说 就Pre-Greek的意思就是说 当时 呃 这个当地人用的语言 呃 是来自什么呢 是来自这个词 来自这个 Smi-Sauce 这个词 Smi-Sauce呢 表示 呃 老鼠的意思 Mouse 然后呢 这个在那个 Hesuchius的这个词汇当中 也是有的 或者 还有一个解释 是来自这个地名 这个地名呢 叫那个Smi-Sai 啊 就是一个 叫那个Tloia的这个地方 OK 这个A-R是那个Alistachios Alistachios 呃 一个早期的河马诸书 或者是河马学者 啊 然后呢 呃 但是呢 就是呃 在那个Extraskan当中 呃 还有一个词 叫Extraskans Extraskan当然不是英欧语了 对吧 这个词呢 是那个Mars的 呃 一个修饰语 对 然后呃 这个呃 我不是很确定啊 这个 它是和这个Smi-Sauce的这个词 是同源的吗 这个Smi-Sauce是表示 这个词上 呃 他讲的这些内容 其实都是从这个 呃 Frisk这里摘出来的 Frisk这里也提到了 这个Extraskans 是表示 是这个 呃 Mars的 呃 修饰语 这个By word 或者是称呼 称号 对 所以说呃 Anyway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词的呃 词源是不明确的 然后我们呃 有一个呃 假说是什么呢 就说是来自这个Smi-Sauce 就sorry 就是Smi-Sauce这个词 就是阿波罗的这个称呼啊 它实际上是来自老鼠这个词 那这里问题就出现了 这个阿波罗 嗯 是为什么和老鼠 能够联系在一起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们首先先看一下 就是 就是关于阿波罗和老鼠 这个关系啊 实际上我们在呃 这个古代世界当中 呃 也有一些 有一些证据啊 就是有一些 呃 捕下来的这个材料 什么呢 呃 就古代当中 呃 有一些硬币 这硬币当中呢 他呃 正面是 当然我 不是很看得清 这个到底是不是阿波罗了 但我们 据说这个是一个阿波罗 对吧 然后这个正面 然后反面呢 反面画了 阿波罗手上拿着剑 呃 就是弓箭 应该看得清吗 弓箭 然后这里的名文是写着 这个阿雷克斯 这阿雷克斯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保护的那个意思 阿雷克斯 这个翻译着那个拉克斯啊 那个词应该是 就这个词 翻译着有个词根叫拉克斯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有可能是和希腊语的这个阿雷克斯是同源的 阿雷克斯表示 就是保卫啊 就是保卫啊 或者是防守啊 这样的意思 OK 然后这里也写了这个阿雷克斯 OK 然后他保护 对吧 守护的意思 然后有一个箭在这里 然后下面有个大老鼠 就感觉是像他把这个老鼠赶走啊 老鼠杀死 这个意思 就老鼠实际上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这个瘟疫啊 这样的一个象征 所以相当于阿布罗的话 是可以赶走瘟疫的 这样的意思 虽然他在伊利亚特当中开始的时候 相当是带来瘟疫了 但是 就这种杰利海虚系列人这种感觉 就是他实际上也是可以保护当地人 然后把这个瘟疫 这个老鼠赶走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 事实际上就是这个老鼠这个形象啊 其实在古希腊的这个 怎么讲的 这个艺术当中 有很多 你可以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看 就有篇文章 叫那个Bronze Mice of Apollo's Mean Cells 对 就是说阿波罗和这个老鼠的这个关系 对 有很多这样的老鼠的这个形象 OK 然后呢 他这个文章当中 当然也提到了这个硬币了 就这个硬币 然后这硬币呢 目前保存在 柏林国家博物馆 Stadtelation Museum 对 OK 硬币的一个编号 大概这样 我找了一个更大一点的这个图像 然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老鼠的形象 他还专门放在一个油灯上面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一个油灯 对吧 这是一个油灯 然后这个油灯的盖子 然后上面放了个老鼠 可能在希腊 这个就是老鼠喜欢偷油吃 或者是老鼠喜欢偷粮食吃 就感觉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共性 大概是这样的 我感觉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对 然后这个东西 现在是在这个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对 你要感兴趣的话 那以后也可以看一看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 就所以说 关于阿波罗和老鼠 这个关系 实际上 就古代的这个硬币啊 或者艺术史啊 这些都保留下来了 那为什么呢 是这样呢 就是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为什么了 对吧 然后这个说法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其实啊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事实上 在这个著书当中就已经有了 我们去看这个伊迪亚特的著书 伊迪亚特的著书的话 当然大家应该都知道 对吧 我之前也讲过 我们用的版本 当然是这本 那个Alps 哈特姆德·Alps的 这个Solia Glyca in 后面的伊迪亚特 对吧 然后这个在 我们也是有写本的 对吧 那我就不给大家看写本 我们直接看这个文本 这文本呢 就写到这个39行 就是我们这行 叫这个Smincell 然后Epicetum Apollonus 然后Smincell Star 然后Historia 就是说这个是阿波罗的一个称号 对吧 然后这个下面 其实还有更加详细的一个解释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我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太大 这个每次这个调整呢 这个大小不是 不是很好控制 OK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Smincell 然后是这个阿波罗的Epicet 这个都没问题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D 这个D的话 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诸书 重要的这个河马诸书 除了这个A诸书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D诸书 我们稍微可以一起看一看 给大家先看一看这个封面吧 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那个伊利亚特的D诸书 然后编辑者叫那个Helmut Frontier 他其实自己也编辑过 一个河马也编辑过河马文本的教刊本 对然后这里也有这个A39 我们其实差不多在这里 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这个A诸书 在这里 他说啊这个Smincell Smincell是那个阿波罗的这个Epicet 然后呢在这个 然后根据这个Aristachios 就是Aristachios 这个是来自什么呢 是来自这个 这个Toroike Toroike是Toroike吗 Toroike是Toroike吗 我不是很确定 我可以去看一看 Toroike是Toroike没问题 好 是说什么呢 就说啊这个城市 就Toroike这个城市 然后呢他 有一个城市 也叫这个Smincell 或者说 或者说特鲁伊这个城 就特鲁伊这个城 他应该是有一个其他的名字 叫这个Smincell 这个就像什么呢 就像 就当地的人 他有个自己的称呼 然后其他人 外界的人 对他这里 有另外一个称呼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说第一种这个解释啊 就是说 是来自地名 然后这个地名叫那个Smincell Smincell 然后这个Smincell的话 是这个 特鲁伊那里的一个称呼 对 然后另外一个人啊 叫Niapion的 Hode Apion 然后他说呢 是来自老鼠 然后这个老鼠这个词啊 被称为叫Smincell 就Smincell 就是两种解释嘛 就是第一个是从这个地名 Smincell 第二个呢 是从这个老鼠这个名字 因为老鼠呢 在当地 在 这个应该不是在希腊了 那就是在这个小亚西亚 就是Asia Minor 或者Anatolian那里 叫那个Smincell 然后之后呢 嗯 还有个地方 呃 在罗德岛这里 那个 Kai'en Lodo 然后Smincell 就罗德岛那里啊 有一个这个 呃 有个这个 呃 这应该是仪式 对吧 有一个 节日 呃 有一个这个节日 叫这个Smincell的节日 呃 为什么叫这个节日呢 因为呀 这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呃 为什么叫这个节日 为这个Smincell呢 就是因为 嗯 这个老鼠啊 呃 老鼠被 就是阿波罗和这个 迪奥尼索斯 把这个呃 老鼠杀死了 这个赶走了 这个呃 DFC了 这表示赶走 杀死 Destroy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老鼠 呃 破坏了这个Carpon Carpon是这个粮食的意思 应该是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这个Fruit 呃 果实 或者是 粮食 Corn Result Profit 就说 相当于老鼠 破坏 这个 就就 有相当于鼠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鼠疫啊 鼠疫应该不是 就 就说老鼠是害虫嘛 呃 他吃庄稼 然后吃这个 作物 然后 神 这个阿波罗和这个迪奥尼索斯 把他们赶走了 所以要纪念 这个 呃 所以纪念这个阿波罗 所以把他称为这个 Smincels Smincels 嗯 等等之类的 那但是 然后呢 继续又有一句话 叫什么呢 叫那个 阿拉 阿里斯塔赫斯 阿 那很可能是什么呢 很可能是 这个 就这个 呃 神的这个 epicet 很有可能是这个诗人 这个 Poieton 自己创造的 就是 嗯 就认为这个和老鼠啊 什么之类的 可能没什么关系 对 对 就是这样 就总之啊 呃 这个词的词源呢 我们其实并不是很清楚 然后就有一些猜测 要不是和老鼠有关系 要不是和地名有关系 然后这个是 呃 另外一个著书 这个地著书 地著书 就这个大致的意思 应该是差不多的 嗯 Smincel 呃 它是什么呢 是这个 呃 St的 epiceton 呃 阿波罗罗斯 就是阿波罗的这个 epicet 然后这个 Smincel呢 是 这个 呃 Tliados 就是这个 Tl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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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oiados 哦 Tloiados 是 Tloi 看一个 Tloi Tloi Tloiados 也是Tloi Tloi的 的 的确也是Tloi 对 为什么刚才 呃 那个字典当中写了一个Tloiad 不是 确定了 我刚才在哪里看到一个Tloiad 一个说法 对 anyway 呃 就还是和Tloi有关系 就是说 呃 阿波罗 首先阿波罗这个神 我们其实之前也说过 呃 他其实并不是希腊本土的神 那我们所谓的希腊当然就是指那个希腊的这个半岛 而并不包括那个阿拉托里 之类的 他很有可能是来自这个外部的一个神 然后从这些其他的这个旁证也可以看出来 对吧 嗯他说呢这个 呃 Smithos 他是这个 呃 Tloi 嗯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庙 有一个这个阿波罗的这个 是庙的硬 ركate 庙的意思 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阿波罗的这个庙 这个 然后这个呃 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原因 这个一个阿波 这个是另外一个民族 我们如果去看这个 给大家看一看 就如果你去查 这好长啊 为什么这么长 就关于阿波罗 关于阿波罗 当然那个 Breal的这个 Poly当然是有词条的 然后你去查这个 词条当中啊 他会 也有个解释 但是他没有 没有什么详细的解释 他只是说这个阿波罗 叫这个Smithcells 然后他在硬币当中 会和这个Moth在一起 然后呢 有一些解释认为 这个Smithcells 或者Smithcells这个词 他首先不是希腊语 对 然后呢 他有可能是来自这个Mithia 就是Mithion这个语言 然后这个Mithia到底是什么呢 Mithia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Anatolian的这个西北部 西北部 Anatolian的西北部 那就是特洛伊 对吧 就是在特洛伊 对 然后在那个地方呢 我们早期的话 有Flugean Flugean Flugean人 然后呢 还有一部分人 叫这个Mithia 对 但我不确定这个 和比如说和Luvian Luvian或者是赫提 会有什么其他的关联 对 因为当地的话 的确 有很多人 就是 那就换了一波 就是有好几波人 对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是有什么关联 对 就总之 阿波罗的这个名字 首先呢 不是希腊语 然后这个词的名字 也 这个名字 也含义 也不是很确定 然后有一些解释 对 然后这个 和阿波罗 并不是希腊本土的神 而是来自 Anatolia 那边 也是一致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OK 这个是这个词 这个Smithel OK 我们还可以继续再读两句 灭属神 对 就基于 刚才这样的解释 稍微等一下 我去倒点水啊 其实 是不是跟老鼠有关系 这只是一个猜想 OK 就我告诉大家 这些信息 大概都是从哪里来的 就关于这个 Smithels 或者Smithels 我们实际上在 最早的这个著书当中 其实就有 也提到了 他们和老鼠的这些关系 对 但这个阿里斯塔赫斯 认为 这个 都不是很可信 还是这样的意思 对 OK 因为阿里斯塔赫斯 自己认为啊 就你可以看到 这个卡塔通 阿里斯塔赫斯 他是认为呢 是来自这个 特洛伊 这个 呃 城 因为特洛伊 这个城呢 在这个 呃 呃 呃 可能在当地的语言当中 他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这个Smithels 就是当地的语言 对吧 OK 呃 这其实 怎么讲呢 就是 嗯 就像烟齐 对吧 大家知道烟齐 呃 可能是来自 泛语的 那个阿克尼 对吧 阿克尼 那个词 对 但呃 烟齐人自己当地的话 并不是称呼 自己为烟齐 阿克尼 那只是一个外来的 泛语的名字 他们自己的话 呃 文本当中出现的词 叫阿西 阿西 那个词 对 嗯 其实有点像 就是 呃 就一个地区 别人怎么称呼 和你自己当地的语言当中 怎么称呼 有的时候会不太一样 对 所以大概就是应该这样的一个 情况 对 OK 那具体怎么样的话 其实 呃 对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词是 呃 对吧 就这个词的词源 有可能是来自 虞仙这个语言 那虞仙这个语言的话 就是我们并没有保留什么材料 然后呃 就跟这个 对对对对对的话 我们可能有一些 很惨 非常残缺的 然后这个明星的话 呃 说实话 我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个 呃 这个地方的 这个语言 或者是 这个 保留下来情况 啊 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 的这个一个词条 然后 嗯 然后继续 叫 嗯 懂啊 OK 好 下面这里 OK 然后 这句子稍微有点长 就说 嗯 如果 嗯 他再说自己了 嗯 他说 就是希望你保护我嘛 对吧 然后 如果我曾经 干嘛干嘛 对吧 就是说 相当于一种 give and take 就就其实 嗯 古代的时候 嗯 人和神的关系 其实感觉更多的是一种交换的关系 就是相互之间 嗯 彼此尊重 彼此互惠 这种感觉 啊 这个祭司 之所以就说啊 就如果我曾经呢 呃 对你 这个toy 就是对你来讲 嗯 来讲干嘛呢 动词是叫那个 ellipsa ellipsa 符盖的意思 啊 这里 啊 德语叫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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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那个 呃 分词 那个 呃 覆盖 就是 覆盖 那覆盖什么呢 覆盖这个 德语叫 当然这个是欢快的 但不能说这个 教堂是欢快的 庙是欢快的 应该是 庙是让人喜欢的 或者是 这个 原来的 意思呢 表示欢乐 是来自这个词 这个词 Halienta Halienta 那我确认一下 Halienta 叫 graceful 应该是来自Halice sorry 来自Halice 不是来自 这两个词 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Halice 和这个 Halienta 高兴 高兴和这个graceful graceful是优雅的 对吧 这个的话是和泛语的这个Hal 这个词 高兴 喜欢这个词是同源的 然后我看一看这个Halice 有什么关系吗 那的确 这两个是有关系的 就是Halice是来自这个Hilo 所以这个词原来的确是表示高兴快乐 然后呢 引申出了这个 相当于graceful 或者beautiful elegant lovely 这样的意思 对 所以这里的话 应该不是说可爱的妙 或者是让人高兴的 这应该 比如是 elegant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翻译 就妙的话 非常的 pretty吧 或者是elegant pretty graceful graceful 一般不太用来形容 不太用来形容物 对吧 elegant也不是形容物品的 这个graceful和elegant 是行为举止 优雅 对吧 不合得体 但pretty的话 这个漂亮的妙 对 中文怎么翻译的 那个 你们看一下 这个中文的妙到底是 怎么翻译的 讨得你的欢心 OK OK 就是这个妙是 让这个阿波罗 欢喜 对不对 这样的意思 OK 然后德语叫 liplation liplation可以翻译成 lovely 可爱的 对 讨喜的 就让人喜欢的 大家这样的意思 对 好 就说如果我曾经 为你 然后覆盖了 这个 让人 让你欢喜的 这个妙 对 然后或者干嘛呢 呢 如果 然后我曾经 这个 这个 是燃烧 就是一个 过去式 然后燃烧什么呢 燃烧这个大腿 然后这个腿 或者是肉块 这样的意思 这个 media 然后puna 就是肥的意思 OK 然后这个media 这个词 他实际上 可能和 这个词 拉丁 就是英语的话 我们有一个词叫member 对不对 英语词 member 大家应该 肯定知道member 对吧 member表示会员 对吧 就是成员 对不对 但原来的意思 实际上是表示一个部分 就是 而且是身体的一个部分 这样的意思 然后这个希腊语的这个media 可能是来自 表示肉的那个词 泛语的话 我们叫mansa 对吧 mansa表示肉 对吧 然后呢 拉丁语有一个词叫membra 这个词 特别是身体的一部分 然后躯干 然后成员 这样的意思 然后这个词呢 是来自原始英语的这个men词 再加一个law 这个词根 然后表示body part 它原来是实际上是表示身体的一个部分 它都并不一定是这个 当然有些地方是表示大腿了 对 有些地方会就在希腊语当中 衍生出了这个大腿的意思 对 side 但它原来的本意 就是身体的一个部分 而是有肉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原来的词是来自mense mense的话就是泛语的mansa 那个肉 mansa 那个词 然后土果罗语当中也有叫misa 就是肉的这个词 原来躯干 然后membra 然后这里发生的变化就是这个s和r 中间插入了一个b 对 o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所以这个piona这个词表示胖的 肥的 然后这个词根的话 就是表示那个脂肪啊 胖的那个词 ok 然后ikea是燃烧 就是如果我曾经向你 就是祭祀了这个 肥美或者是肥硕 的这个肉块也好 或者是牛的大腿 就事实上是牛和羊对吧 这个tolo 嗯 e de aigon 对 牛和羊 ok 然后呢 嗯 那么就是todemo cleeno e don 那么就满足我的愿望 这里有两个词了 嗯 这个词比较复杂 我可能留到下一次讲 这个cleeno 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个词 嗯 关于这个词的话 有 你可以去看 这个coteau的 这个书当中 也有一个解释 当然还有一个专注 专门讲这个类似的词的 这么就关掉 嗯 等一下 嗯 就是这个词 就是完成这个词啊 你如果去看这个字典的话 这个词叫完成 对吧 嗯 它的词形看起来很奇怪 有个两个eta 对吧 两个 就两个eta连在一起 就让人感觉很奇怪 对吧 就这个词你如果去查字典的话 它身上有好几种形式 嗯 你们呃 如果在这个 呃 这个 呃 lsj当中查的话 我估计词形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叫clino 对吧 如果动词叫clino clino的话表示accomplish 然后呢 嗯 你好像看起来这个词 诶非常简单嘛 叫clino 那为什么 它的这个命令词啊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形式 是它的命令词 对吧 叫clino 对不对 这里 他说这个是第二人称 单数的 arist的命令词 对吧 那首先这个命令词 有一个on 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结尾 对不对 然后第二人称命令是有一个on的结尾 那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中间为什么有两个eta 对吧 看起来也很奇怪 就这个词的话 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 你会看到字典当中 它的词条叫clino 就比较长 然后它还有一种形式呢 叫clino 然后它的arist叫clino 就是那个infinitive 对吧 是它的infinitive 对 好 然后呢 关于这个词啊 它的这个词源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词源 他说有可能 它的词源呢 有可能是来自这个头这个词 然后为什么是来自头这个词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意思啊 有一些意思叫什么呢 有一些意思 但首先叫完成 对不对 从完成到结束 然后到这个统治 统治者 然后统治者 然后相当于是首领 对吧 大概这样的 所以可能和头这个词有关系 那关于希腊语的这个头这个词 kara 第一个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Goto的这个书里面 他也讲了这个希腊语的这个头这个词 希腊语的这个头这个词有点非常奇怪 你看到它的这个单数形式啊 单数形式叫kara对不对 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呢 它的这个负数形式叫karena 然后呢 然后呢 它的这个单数那个从格 或者是呃 单数这个呃 数格了 因为希腊语当中没有从格了 呃 就是希腊语当中 它的单数数格 叫klaatos 你可以看这三个形式非常奇怪 对不对 单数单数叫kala 单数叫kala 对不对 然后呢 数数叫karena 然后呢 单数数格叫klaatos 非常奇怪 对不对 我们下一次的时候 呃 详细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关于这个头这个词 希腊语的头这个词 还有一个专门的专注 啊 就是他写了大概三百多页 专门关于这个 专门关于这个词 呃 这个是呃 谁写的呢 呃 是这位 还是呃 我们之前看过他的东西 呃 阿兰诺斯堡 叫head and horn in 英德亚语 他专门研究了 这个英欧语当中 这个 头这个词 希腊语的kala 从头这个词 呃 他演变出很多 呃 怎么讲的 很多呃 词形 还有研究等等之类的 我们下一次课的时候 结合他的这本书 和大家解释一下 呃 这个词的这个情况 呃 那还有呃 我看一下时间差不多了 我呃 呃 再简短的讲一下 呃 关于这个词叫那个 aer aerdo 这个词是一个呃 呃 英欧语的词汇 我们有一个他的词根 嗯 你可以去看这个 lif当中 呃 这个你也可以在后面的这个index当中查到啊 给大家看一看 在希腊语的这个index当中 你去查这个呃 也可以查到 在这里 呃 那他前面有一个eps 第一个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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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自这个d类猴音 第一个eps 是来自第一个猴音 第二个eps 是来自他的这个词根原音 a 然后呢 dγ消失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aerdo 对 ok 在后期的形式当中 他直接把它单写了 对 好 所以说这个呃 不是什么 因为失度 所以增加了一个eps 它的确就是原来就会有 还有这个词 taulus 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牛的意思 这个陶勒斯对吧 就是好像有一个什么迷宫的那个 特洛伊岛上有一个什么迷宫对吧 有个牛 他是国王的儿子 然后被拴在一个迷宫里面 然后那个谁去杀死他了 特修斯还是那个pris 我忘记了 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呃 有一个迷宫 在那个 嗯 Knossos 对吧 Knossos的一个迷宫里面 嗯 记得他是 米诺陶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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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迷宫里面 嗯 对吧 是谁杀死他的 啊 Cesius对吧 特修斯 Cesius 杀死他 我记得好像他好像带了一个毛线 带了一个毛线团 然后帮助他从迷宫里面又返回 对不对 这个 嗯 这个人物啊 这个 呃 米诺陶 他的这个第二部分 嗯 他的这个第二部分啊 嗯 应该是来自这个陶罗斯 对吧 陶罗斯是牛的意思 大概 大概 他 畢竟是牛生 就牛头人生嘛 对吧 然后这个陶罗斯这个词 嗯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都知道 但事实上他的词源 我们也并不明确 嗯 陶罗斯这个词啊 你我们可以去看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关于这个希腊语当中的 陕米特词汇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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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陶罗斯这个词 呃 他为什么词源不明确呢 就是因为啊 非常奇特的是 这个词 我们在 呃 不少 呃 英语当中都有 但其实后期的这个英语 有可能是借词 就希腊语当中叫陶罗斯 然后拉丁语当中叫陶罗斯 这个的确有可能是从希腊语 借过去的 有可能 对 然后呃 后期像立陶罗语和那个 Alt-Kishan Slavish 就更晚了 对 除了之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批 这个陕米特的词汇 比如说在那个阿卡德语当中 叫苏鲁 然后呢 这个Ugalic当中 还有希伯来语当中等等 呃 就是 阿拉美语当中也有 这个词 这两 两类词非常像 对 呃 他说啊 这个 就是说 这两种 就两个 呃 英欧语和沙米特语 这两类词的关系 其实很早就有学者发现 就是1867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了 对 但是呢 呃 关于这个词 到底是从谁借到谁 或者说 两个人是不是独立的 那独立的话 就非常巧了 对吧 那就真的非常巧 那如果是借的话 到底是谁 借到谁 这个现在都不是很清楚 就也是存在争议的 大概就是这样 对 他说 if the similarity is not accidental there must have been a loan either from i.e. into Semitic or vice versa 对 大家其实也不清楚 或者呢 当然还有可能是来自 第三种源头 那第三种源头的话 也没有说清楚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OK 好吧 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这样 然后主要开头的时候 大家讲了一下之后的计划 然后还有那个图火罗 有些教材的事情 呃 那个我写完之后的话 会发到群里面 然后大家呃 欢迎提各种意见 如果你看到一些错误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 如果你有些这个建议的话 就觉得哎 可能需要加一些什么其他的内容 或者有一些内容 呃 怎么讲 讲的不是很清楚 等等 你可以告诉我 然后可以修改一下 然后的话 我们下一次重点讲一下这个词 叫那个cleeno 然后就我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后为什么是这样 OK 好 大概是这样 好吧 那大家呃 周末愉快 然后好好学习 呃 听说嗯 最近上海也有台风 然后北方受灾很严重 然后大家都多多保重 呃 就台风天尽量待在家里 不要乱跑 对 OK 不客气 不客气 大家那个周末愉快 好 拜拜 OK 拜拜